谢是肾阴虚 短是肾阳虚 软是肝气语 中医帮你补肾 书肝 兴阳 在房市上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就是造谢时间短起不来 中医认为谢是肾阴虚所致 软是肾阳虚所致 断是肝气语所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情况 首先谢是肾阴虚 中医认为肾为水葬 使肾阴是人体阴业之根本 具有乳氧脏腑组织器官并制约阳抗的作用 所以肾阴不足 阴不治阳 向火望动就会导致阳强异举 精神也会因虚火的扰动而出现已经造谢的情况 然后断是肾阳虚 因为阳气有振奋鼓舞的作用 如果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就会导致局部失去振奋 从而出现时间短异举的问题 平时多表现为手脚冰凉怕冷 大病吸糖精神不振等 最后阮氏肝气瘀 中医认为肝阻疏 如果肝气瘀结 肝气不通就会影响阳道的通畅 从而导致气血不通 这时候气血就无法快速的充盈中筋 出现疲软起不来的情况 这类人还多伴有胸闷 脾气差 口干口苦 胸邪胀痛 腐胀等症状 那你属于哪一种呢 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的 建议及时就医辩证条理 这类人还多估计